压制智能化解决开箭了 通过机欧管住进化工程的机械和偶游的状态 在明年轮开的某准宫时 保证明赛游戏时整车的绝对安全 赞养属于心所欲的交通之链 接下来我们一起介绍智能进入科技 请各位和我们两台所招的一部计刑 在现场您可以体验到比亚迪全球首创的 手机NFC车钥匙 手机NFC车钥匙 轻触指甲外后置屏即可轻松解锁 即便是无网无电的环境下 仍可以使用 比亚迪目前实现在手全系车型 支持标配手机NFC车钥匙 像海轮 海欧等中文车型也均可支持 那同时呢我们还追出了 中国首个手机UWB车钥匙的新车品牌 这一功能的实现将彻底解放双手 给您带来更面积 更安全 更优雅的书情体验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承执地邀请各位 跟随我的步伐以及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 我们前往窄到通行区域 观看简致的性能表演 特别高科技啊 比那些合资车 镜头车领先一个失败 知道吗 其实我们这些车主都玩异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 听懂吗 看看啊 看阳望U8 不是这个啊 不是这个啊 是这个车 咱们去看台上去看 好的 能更直观的看 好的 还有在凉亭那边 还在凉亭那边啊 看 我又看到个美女 看到你 看 眼睛的点 来 在这看 由之成为人类的门灯 催生了璀璨的科技与文明 仰望不仅是一种姿态 更是代表着勇敢探索 未知科技情研 不懈追求创造极致驾程体验的精神 而仰望女人的诞生 是在一次次自我突破中 颠覆科技分析 重新定义高端性能源 相信大家在一场生活中 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场景 行驶过程中 遇到前方道路脚斩 不清楚的 能不能通过 那特别是城中村 或者是老城区上的道上 有行人或是货车的情况 为此呢 我们研发了 窄道自动控车的功能 帮助用户解决这一痛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为您带来 窄道通行的性能表演 有请 车辆在经过窄道时 会基于超桥的感知能力 对车辆行驶轨迹进行精准控制 可以看到我们窄道的宽度 仅有2.3米 车里没有盐啊 而我们的车自身就有2.5米宽 真的是十分惊心动魄 单侧只有一个犬头的距离 好的 可以看到我们的车辆 已经完美通过 谢谢各位的观看 那现在呢 大家可以跟随 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 前往智能驾驶区域 我将在此等候大家 谢谢 请现场的来宾 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 前往智能驾驶区域 感受极致的 接下来将为您介绍的是 智能驾驶区域 比亚迪是神奇的手机 智能驾驶区域系统 通过电动化和智能化融合的车技 为用户提供更丰富的搏车功能 在这里您可以体验 顿头路搏车及代客搏车 感受极致的搏车体验 最近的各位来宾 在您前方正在进行的是 全场智能搏车演技 智能搏车 还是藤森 您现在所看到的是 全球独一无二的代客搏车功能 比亚迪在搏车方面 重新思考用户的停车习惯 和使用场景 行业首创代客搏车解决方案 通过高精度传感器 与整车数据的融合 技术超强的算力 及核心控制算法的提升 将车辆行驶轨迹 进行厘米级的精准控制 将用户从停车锁车的 繁锁流程中彻底解脱出来 实现下车后 一键锁车搏入 让停车更便捷 更安全 接下来我们将在展台的左方 同步为您进行顿头路火车 进行顿头路火车 进行顿头路火车 这家伙子安静 比我看得还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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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迪自动国车提供多通道开启功能的途径 赴仪表区域实体案件和全程警警项 进入国车 同时N7依托天神之眼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通过高精度传感器完成精准可靠的感知 借助端到端的随心送法 将周围所有的空间灵活利用 哪怕前方断头路过到只有6.2米 我们的车辆也可以快速识别精准拨路 里边那个驾驶员双手都没绑着 好的 我们的汽车已经完美的驾驶成功 那至此比亚迪正能化继续的在您表演暂时告一段落 接下来的时间我承知的要求 他这个逻辑挺清晰的哦 如果没有任何失望 这期间我们的详细能化继续的